今天中午在南迴公路上大溪露蛋棚的沙灘上 被民眾發現有一隻大魚擱淺在暗季 靠近一看才知道是金沙 民眾趕緊通報暗巡處理 畫面上看到這隻擱淺的金沙 台灣俗稱為豆腐沙 體長約4.9公尺 寬1.8公尺 還算是未成年的體型 成年體型長度平均約9.7公尺 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為因為物種 台灣也在2008年全面禁止捕牢 這隻鯨魚初步從外觀看起來沒有受傷 通知成功大學鯨豚研究中心 雇用民間吊車將金沙吊掛 再往台南城大進行研究 真正紫英還有在城大鯨豚研究中心 解剖後離行